哦 自然灾害来了 欢迎同学们到来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本次的这个灾难演习 其实有很多自然灾害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不那么经常遇到 比如说地震呢 洪水呢 这种可能就是一辈子就遇那么的一两次 或者一次就够了 但是有极个别人为的 或者是自然的 这种灾害呢 我们还是会经常遇到的 就比如说火灾 等一下那位同学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啊 这个是我的宠物呀 这个 你喜欢吗 默默 国人 啊 给你送国人 你这有点不能咬 你这有点小 有你骨 他扭不团 你这玩意什么给我 我这一天 隐隐苦苦给你们传授这些知识经验 你们就这样对我呢 学啥知识 咱们直接来实践 啊 现在的背景是火灾喷发了 我们现在要跑 哎 这咋砍了 哎 哇 哦 快走 哦 喂 喂 哦 快走 我的天哪 啊 哇 你吹下去干啥 我脚滑了 哎呦 哦 哦 默默获得了喘息的时间 兄弟们 我们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快走 快走 我的天哪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粉纹净途呢 你这进来不是给人家当下酒菜呢 我们快走 酸辣粉纹汤 这连汤都给蒸发干了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没事的 哎呦 我长这么大 我谁都不服呀 我就服八哥这张嘴呀 这估计到最后 岩浆把八哥全身都烧成灰了 哎呀嘛 就留了一张嘴 哎 一摸 又烫又阴 哎呀 我要使出绝招了 啊真的吗 你的绝招根本会就是再投胎星星轮回之术吧 你都用了吗 你才用呢 对了呀 说起星星轮回之术 我们是不是可以拥有那招 我们直接利用保护机制 哎 这个时间直接跳到下一层 就不就可以更快的吗 哦 啊 这个图看来现在已经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威胁了 啊 那么既然如此呢 那么默默就不妨给小伙伴们科普一下 咱们最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自然灾害 哎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地震了 因为默默之前在四川念书啊 于是便留在了这里 在这短短几年内啊 大大小小的地震也是不断呢 据我记忆中的印象吧 现在一根也有个八九翅了吧 那么俗话说的好啊 小镇不用跑 大镇跑不了 更何况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建筑呢 也是能扛到六到七级左右的地震 虽说这么些年都是小地震 但是谁也不能保证 哎 以后就一定不会发生更大的地震了 对吧 所以当地震来临的时候 啊 如果你在外边 那就去找空旷的地方 哎 如果你在楼里边的话呢 低层的话 一二层可以试一试跑 楼层高的就大可不必了啊 直接往厕所或者是厨房的角落里边待啊 最好是像这样的一个三角区域 如果是发生火灾呢 那就一定要去厕所 拿一个湿毛巾 捂住口鼻 如果既没有毛巾 也没有水 那你就只能在自己的衣服上上个厕所啊 然后再捂住自己的口鼻了 虽说难受了一点 但毕竟生命很重要啊 有多少人不是被烧死的 而是因为吸入过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说小伙伴们 在关键时刻一定要以性命为第一 其他的 咱们有机会再说吧 不过我还是希望 你们这辈子都用不上这些技巧 好了 岩浆快来了 我要躲起来了 祝福 祝福